你想听这话吗 主度久了会累 财富久了会流泪 迁就久了会受罪 到结果还不是如此狼狈 你不要以为你放不下的人 同样放不下你 雨离开水会死 水离开云会更清澈 莎士比亚都曾经说过 适度的悲伤表示情感的深切 过度的悲伤只能代表智慧的欠缺 这话没毛病吗